台积电召开了董事会表示 今年打算要配发三块钱的现金股息 这也是连续第八年 维持了配息三块钱的政策 另外台积电表示 由于今年的资本支出 还是维持了近百亿美元的高档水准 因此董事会决定要保留比较高的现金 展开制成投资还有研发 表现很好 表现很好 有照顾你预期的好吗 表现很好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去年成绩亮眼 合并收5907.2亿元 售后净利1881.5亿元 EPS7.26元 获利创新高 董事会拟定每股配发现金股息三元 以目前全球约三万七千名员工估算 平均每人可以拿到现金奖金和现金红利 共约68.3万元 我们已经好几年三块了 所以现在继续发三块 我们是希望总有一天我们投资不需要资本投资不需要那么多了 我们可以增加鼓励 这已经是台积电连续八年配息三元 由于今年资本支出维持近百亿美元高档水准 因此董事会决意保留较高现金 展开制成投资和研发 观察一月合并营收514.3亿元 月增3.5% 年增8.4% 董事长张忠萌更看好 今年营收获利会较去年有两位数的成长 再创新高峰 配发现金股息即将在6月24号股东会决议 市场期待在半导体展望看好情况下 台积电产能维持高档 今年美股获利渴望提升到8到8.5元之间